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红韩国男艺人江南大叔的魅力席卷全球 这股寒流当中最不能错过的就是韩式料理啦 连江南大叔都垂颜三尺的美食 不用特地飞到韩国 在台湾一样也能尝到最道地的韩式美味哦 位于土城区的江南韩国烤肉 拥有中华料理背景的红老板 多年前因缘际会认识了一位韩国华侨 从此就爱上了韩国料理 经过多年的专业 融合台式口味 招致出独特的韩式风味 好吃到我都忍不住想大跳骑马舞啦 在江南除了享用美食 老板豪迈的个性也是客人源源不绝的原因之一 老老板表示大口吃肉喝酒才是正宗的韩式吃法 食材用料卷不吝啬 就是要让韬客们吃的满意 用人亲身感受到地的韩式用餐气氛 江南的正宗铜盘烤肉 先将油花丰富的五花肉放在铜盘上 煎烤逼出肥油 接着用生菜煲煮肉片 沾上炙滋的烤肉酱 清爽不油腻 还能吃到肉汁的鲜甜 而铜盘上留下的肉汁也不要浪费 放入蔬菜淋上高汤 又是一道营养均衡的美食料理 店内招牌不是只有铜盘烤肉哦 軟Q的米饭在热烫的锅圆 变成香脆的锅巴 加上繽紛多样的配料 这就是韩国人亲料理No.1的食锅拌饭 每一口都是真材食料 再拌上韩式甜辣酱 把所有食材的香味发挥到极具 美味瞬间升级 而韩国的国民小区海鲜煎饼 则是将鲜虾花枝韭菜铺在特制饼皮上 煎到外酥内多居充满海鲜味 沾上独门的烤肉酱 口感Q弹有嚼劲 独特风味让人回味无穷 除了道地的韩国料理 红老板也依台湾人的口味 提供多样的中华料理 像是蒜子鱼球堡 和盐焗烤鸣虾等 都是红老板的拿手好菜 台韩混血的新风味 也是老主顾一吃就爱上的创意美味 天气越来越热 韩式小菜不但能提振食欲 还能补充蔬菜纤维 不论是韩式泡菜 凉拌海带还是凉拌豆芽 都会让人越吃越耍水 面对满桌越辣越开胃的菜肴 老板来灌啤酒吧 江南欢迎全家大小西班一起来品尝 评价又美味的韩式料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